我用我这个钓的话应该 这都不去石干应该可以种鱼吧 不用石干就能在今天这片陌生水域中上鱼 对于杨兴伟所说的石干内种或巨物 我们还真有点不相信 但杨兴伟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不急不慢地开始准备起了今天的线组搭配 询问了附近的钓友后 杨兴伟选择了复原百川的八号主线和六号紫线 作为今天的线组搭配 而他今天的目标也落在了基数很少的青鱼身上 我听当地钓友说这个里面青鱼不多 草鱼和鞭鱼多一点 但是我对这个对我的耳料的信心还是蛮大的 绝对可以钓到青鱼在这里面 爱挑战巨物的杨兴伟能够在今天给我们带来惊喜吗 我现在漂条好了 现在开始倒窝了 用这个昨天做好的 咦杨兴伟使用的窝料怎么又是一包玉米 这是我昨天包的那个玉米 然后加了点老玉米一起举的 这个当窝料用 窝料的话就是我取一半 就是取一部分那个蒸一个小时的那个玉米 然后餐点那个老玉米一起里面 再进行蒸举 蒸举以后这就当窝料使用 老玉米的作用主要是起一个流鱼的作用 原来利用自制的嫩玉米为耳 在嫩玉米基础上加入老玉米 一起蒸煮过后用作窝料 这样绝佳的搭配 就是杨兴伟一直以来不具物的秘方 今天做掉的这个鱼 听当地调说都是十来斤到二十斤的 鱼不是很大 然后我这个挂玉米是一个 给我挂一颗玉米来做掉 要是鱼大的话可能就挂个两颗或三颗 今天鱼不是很大 一般的我玉米挂钩的时候 就是说我钓了个体型比较小一点 以后一般的钩性也显得小 然后一般的就挂一颗玉米 体型小一点的鱼 像小的草鱼青鱼 那些鱼鱼都用挂一颗就够了 根据鱼体大小 决定玉米为耳的颗粒数量 看来心思缜密的羊行为 不管是在质耳配比 还是耳料挂钩上都十分讲究 而杨行为的秘方 在这片对他来说十分陌生的水域里 真的还会有奇效吗 今天我这个调漂是 然后挂上玉米 挂上玉米调个一目 然后钓个两三目 这是什么事 抛下去就有鱼了 这抛下去第一竿就做鱼了 漂还没调好就做鱼了 这是一条边鱼 这才刚刚下竿就种鱼了 不过却是一尾边鱼 而随后几竿也都不是目标轻鱼 这不禁让我们开始有些怀疑 它的秘方在任何水域都有钓大鱼的奇效吗 又种鱼了 很可惜这一条也不是我们的目标鱼体 黄老哥我们之前下的这几竿 怎么都不是我们的目标鱼啊 因为之前我这个我现在还在下的几竿 真正我因为是刮的ő collision 牢子还没到底 因为这钓的都是刚刚第一条鱼 它是中程鱼 然后第二条鱼空干了 然后第三干的话是一条鲤鱼 我想应该下一干应该没问题 我看到窝子里面好像已经有那个鱼蜜了 大鱼的鱼蜜了 又种鱼了 是青鱼吗 还是一条鲤鱼 之前因为我先挂一棵 我要判断里面有些什么鱼 然后我就只挂一棵 沟上挂多挂少 还是根据那个鱼的大小 根据我要钓的目标鱼 后来发现挂一棵玉米 丢下去就是鲤鱼 鲤鱼都是不大的鲤鱼 后来我就沟上面玉米就挂多了 直接挂个两棵 虽然杨心伟的上鱼速度 让我们瞠目结舌 但是这几杆下去 都不是我们的目标大鱼 这样的结果 不免让我们对它之前 放下的狠话 开始有些怀疑 它的秘方到底是不是 多大鱼的利器呢 我想钓大体型的鱼 肯定是颗粒越大 大鱼的话 它容易看得见一些 此时已经是杨心伟 抛下的第八杆了 它究竟能否在石杆之内 种过大鲸鱼呢 那一匹大 这个 这个 大 这个应该是条鲸鱼 这个近大 这个应该是条鲸鱼 终于等到你大鲸鱼了 这些是我们的目标鱼 应该是目标鱼还没骑水 这个鱼地道好大了 还没出水 没有 这个杆子 这个杆子可以 我一般的钓大鱼都用这个杆子钓 就都选择这个黑客S50了 鲸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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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鲸鱼真的好大一条鲸鱼 好大的劲啊 我都搞不动了 它里面本来的鲸鱼是啥 我还说今天上不了鲸鱼呢 连上几条鲸鱼 终于一条鲸鱼 这条鲸鱼大鱼 这有十几斤 果然不出石干 杨兴伟就在这片陌生水域里 种获了大鲸鱼 这条鲸鱼